对话一,今天在家放松身心。 外面真是美好的一天,你想去散步吗? 其实我本来想今天在家里放松一下,我们最近很忙,能放松一下真是太好了。 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,你想做什么? 也许我们可以坐在阳台上读一会儿,这里太平静了。 是的,听起来不错,我们可以在阅读的同时泡点茶或咖啡来享用。 完美,稍后我们可以看电影之类的,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度过懒洋洋的一天了。 我同意,让我们放松一下,享受彼此的陪伴。 对我来说,听起来像个计划。 嘿,你听说过香蕉面包的新食谱吗? 也许我们可以一起烤一些。 这听起来很有趣,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烤了。 是的,我们可以在阅读的同时喝点茶或咖啡来享用。 好主意,让我们开始吧。 你还有其他食谱想试试吗? 我们可以让它度过一整天的烘焙日。 其实,我一直想尝试做自制的披萨。 我们可以从头开始做面团, 然后在上面放上所有我们最喜欢的焦头。 听起来很好吃,我们可以看一两场烹饪节目来寻找灵感。 是的,这是个好主意,我喜欢看烹饪节目。 完成烘焙和烹饪后,我们可以在客厅里野餐,享受我们制作的所有食物。 这是个好主意,就像在家里约会一样。 没错,我们可以用一些棋盘游戏或拼图来结束夜晚。 我喜欢那个,自从我们度过这样的懒惰日子以来,已经很久了。 我知道,放慢脚步,享受彼此的陪伴,真是太好了。 对话二,欢迎从加拿大回来。 嘿,约翰,欢迎回来,加拿大怎么样? 嘿,安娜,太神奇了。 风景令人叹为观止,人们非常友好。 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,你做了什么好玩的事吗? 是的,我去山上徒步旅行,看到了一些美丽的湖泊,还参观了一些博物馆。 这听起来像是一次了不起的旅行,我太嫉妒了。 谢谢,安娜,这绝对是我最喜欢的旅行之一。 你带回来的纪念品了吗? 是啊,我给你带了点东西,在我的手提箱里。 啊,你没必要那样做,这是什么? 这是一瓶来自当地农场的丰糖浆,我知道你喜欢煎饼,所以我想你可能会喜欢。 约翰,你太体贴了,谢谢。 没问题,安娜,我很高兴你喜欢她。 那么,你想在回来的路上吃点食物吗? 我知道一个供应美味汉堡的好地方。 这听起来不错,我饿死了。 完美,我们走吧。 对话三,成功供汽车去大湖。 我听说过很多关于五大湖的好消息,我迫不及待地想亲眼看看。 是啊,我也是,我一直很喜欢待在水边,太平静了。 我明白你的意思,这也是我喜欢住在海岸附近的原因之一。 你去过大湖游泳过吗? 不,我没有,但我听说,水可能有点冷。 确实如此,但它仍然令人耳目一新。 我们在那里的时候,我们一定要去游泳。 也许我们应该带点毛巾和换衣服,以防万一。 好主意,我们也可以打包野餐,在湖边吃午饭。 这听起来很完美,我们应该带什么? 来点三明治,水果和薯条怎么样? 当然,还有一些冷眼。 好极了,我去带点饼干做甜点。 听起来像个计划,午饭后,我们可以租一些皮划艇去探索湖边。 这听起来很有趣,我以前从来没有划过皮划艇。 别担心,它很容易上手,而且这是从不同的角度看湖泊的好方法。 我等不及了,说到尝试新事物,你以前去过露营吗? 是的,我去过几次露营,这一直是一次有趣的经历。 我一直想试一试,也许我们可以为明年夏天计划一次露营之旅。 这是个好主意,我们可以去远卓,做篝火,烤棉花糖。 是的,而且我们可以在晚上关心,在荒野里应该很神奇。 绝对是,我已经很兴奋了。 对话四,大湖观光。 这个湖真漂亮,很难相信这是真的。 我知道,对吧? 谁很清澈,远处的山脉令人叹为观止。 我很幸运能亲眼看到这个,就像梦想成真一样。 是的,这绝对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经历。 嘿,你想乘船游览湖吗? 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,从不同的角度看湖真是太神奇了。 我同意,我们也可以更多地了解湖泊的历史和地质情况。 算我进去,乘船游览结束后,我们可以沿着海岸去徒步旅行。 这听起来像是个不错的计划,我听说有一条小径可以通往隐蔽的瀑布。 哇,听起来太神奇了,我们开始吧。 嘿,约翰,你以前跳过悬崖吗? 是的,我有,有点吓人,但也很有趣。 我一直想试一试,你觉得我们能在这附近找个地方坐吗? 实际上,我听说附近有个地方可以跳悬崖,我们可以向当地人询问路线。 我们开始吧,我今天觉得自己很喜欢冒险。 我喜欢你的精神,安娜。 说到喜欢冒险,你有没有尝试过滑翔伞? 不,我没有,但它看起来非常有趣。 确实如此,我们一定要在离开之前试一试。 我倒下了,让我们把它变成现实。 对话框五,选择要订购哪种蛋糕。 选择太多了,我不知道该选哪一个。 是的,它们看起来都很好吃。 你有最喜欢的口味吗? 我喜欢巧克力蛋糕,但我也喜欢草莓和覆盆子等水果口味。 你是过它们的巧克力覆盆子蛋糕吗? 太神奇了。 不,我没有,听起来很完美。 那你呢,约翰,你最喜欢什么口味? 我是胡萝卜蛋糕的忠实粉丝,但我也喜欢有很多糖霜的蛋糕,比如它们的红色天鹅绒蛋糕。 哦,我也喜欢红色天鹅绒,也许我们应该两者兼有之。 听起来像个计划,我们还可以买一些纸杯蛋糕来尝试不同的口味。 是的,我们去买点巧克力,香草,也许还有一些柠檬纸杯蛋糕。 好主意,我们也可以去买点饼干待会儿。 我喜欢你的想法。 约翰,我们去买点巧克力片和燕麦葡萄干饼干吧。 完美,也许我们也应该喝点咖啡来搭配零食。 绝对是,我听说它们有一种新的拿铁口味应该很棒。 对我来说,听起来不错。 让我们下单人后找一张桌子来享受我们的零食。 对话六,因为吃了太多快餐而感到内疚。 这个汉堡太棒了,但我因为吃了它而感到内疚,我真的需要开始吃得更健康。 这里也一样,我知道快餐对我们不利,但它太方便了。 我知道,对吧? 但是我们需要开始为我们的健康做出更好的选择。 也许我们可以从减少吃快餐的频率开始。 这是个好主意,我们可以从在家多做饭开始,然后自带午餐去工作。 而且,当我们外出就餐时,我们也可以选择更健康的选择,比如沙拉而不是汉堡和薯条。 是的,我们也可以选择烤鸡代替油炸,用水代替苏打水。 而且,我们也可以尝试限制分量。 快餐店给我们的食物总是比我们需要的要多得多。 确实如此,而且,我们还应该努力提高体育锻炼水平。 下巴后我们可以去散步或骑自行车。 我喜欢这个主意,我们还可以参加健身房或健身课以保持动力。 绝对是,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很重要,我们可以从稍微改变生活方式开始。 我同意,从今天开始,让我们制定一个计划,让饮食更健康,更活跃。 对我来说,听起来不错。 约翰,我已经准备好控制自己的生命值了。 对话七,关于酒店预订服务的客户服务。 欢迎大家。 今天,我们在这里讨论我们的酒店预订服务,以及我们如何提供卓越的客户服务。 我们的目标是在预订酒店住宿时为客户提供无缝且无压力的体验。 没错,我们做到这一点的方法之一,是提供一个用户友好的网站和移动应用程序。 客户可以在其中轻松搜索和比较酒店。 如果客户有任何问题或疑虑,我们有专门的客户服务团队,全天候为他们提供帮助。 我们的客户服务团队由知识渊博、友好的代理组成。 他们经过培训,可以为每位客户提供个性化帮助。 我们知道每个客户的需求都是独一无二的。 我们努力提供定制的解决方案来满足这些需求。 而且,如果客户在预定时遇到任何问题,我们有无忧的取消和退款政策,以确保他们满意。 此外,我们还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和独家优惠,帮助客户节省酒店预定费用。 我们重视客户的反馈并认真对待。 我们利用客户反馈来不断改进我们的服务,并确保我们满足客户的期望。 在我们的酒店预定服务中,我们致力于提供卓越的客户服务,让客户的旅行体验尽可能愉快。 感谢您考虑我们的服务,我们希望将来有机会为您服务。 对话框吧,拍摄毕业照。 这真是一个超现实的时刻,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真的要毕业了。 我知道,对吧?感觉就像昨天我们还是大义心生,想在校园里四处走动。 现在,我们在这里,即将开始我们人生的下一个篇章。 既令人兴奋又有点吓人,但我毫不怀疑你会做得很好,安娜。 谢谢你,约翰,我很感激你能成为朋友和支持系统。 这里也一样,安娜,说到支持,你的家人一定为你感到骄傲。 他们是,我很高兴他们能来这里和我一起庆祝。 还有你的朋友,能和你在一起,他们看起来很开心,也很兴奋。 能有这么棒的朋友我,感到非常幸运。 他们和我一起度过了艰难时期,没有他们, 我就不可能成功。 现在,让我们再拍几张照片来捕捉这个特别的时刻。 对我来说,听起来不错,让我们做一些愚蠢的姿势和集体照。 那么我们也摆个严肃的姿势来炫耀你的学业成就怎么样? 这是个好主意,也许我们也可以和大学吉祥物合影留念。 是的,我们开始吧。 别忘了微笑,安娜,这是你大放异彩的时刻。 我会的,约翰,我很感激你能来这里和我一起捕捉这些回忆。 对话9,你有什么学习技巧吗? 这次考试会很艰难,你有什么学习技巧吗? 对我有帮助的一件事是每天查看笔记,而不是在前一天晚上集满笔记。 这是个好主意,那记忆呢? 要记住的术语和概念太多了。 我尝试使用抽刃卡和测验来测试自己。 这是一种更积极的学习方式,可以帮助我更好的记忆。 这是个不错的提示。 那么,了解这些材料呢? 有时候,我觉得我只是在记忆,却没有真正理解。 我明白你的意思。 我试着向自己或别人解释这些概念,就好像我在教一样。 它可以帮助我更好的理解它并保留信息。 这是个好主意。 那时间管理呢? 你如何确保在考试前,把所有材料都写好? 我喜欢制定学习时间表,然后将材料分解成小块。 它可以帮助我保持正轨,不会感到不知所措。 这很聪明。 那考试当天呢? 有什么保持冷静和专注的小贴士吗? 我尽量睡个好觉,然后吃一顿健康的早餐。 在考试期间,我一定要仔细阅读说明,并明智地管理自己的时间。 这些都是很棒的提示。 谢谢。 约翰,我现在更有信心了。 没问题,安娜。 请记住,我们是同心协力的。 让我们尽力而为,在这场考试中脱颖而出。 同意。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考试谁是老板。 对话时,为圣诞派对装饰。 我等不及要参加我们的圣诞晚会了。 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家看起来既喜庆又温馨。 我同意。 我们先放点圣诞灯和装饰品怎么样? 是的,我们也可以在客厅里放一棵圣诞树。 好主意。 我们也可以在房子周围挂一些胡记生和其他装饰品。 那餐桌呢? 我们应该确保它对我们的客人来说,看起来很特别。 绝对是。 我们摆一张以圣诞节为主题的桌布和一些节日餐具怎么样? 这是个好主意。 我们还可以添加一些中央摆饰,比如蜡烛或圣诞装饰品。 我们还应该考虑灯光和音乐,让我们确保气氛温暖舒适。 是的,我们可以调按灯光,在后台播放一些圣诞音乐。 那食物和饮料呢? 我们应该确保我们有足够的资源供所有人使用。 我已经列出了清单,并开始计划菜单。 我们将有大量的圣诞饼干和其他零食,还有一些节日饮品。 你太神奇了,安娜。 我很幸运能有你当我的搭档。 啊,谢谢你,约翰,我也很幸运能有你。 我们将共同确保我们的圣诞晚会令人难忘。 您好,谢谢你,约翰,也有你们愈合我。 你会很幸运的请求,下周看。 您好,谢谢你。 您好,谢谢你。